這個是勞訴我姊姊最多的 認知她的想像生了個群 我姊姊就求她沒有生 叫她生了個想 跟著她就叫我姊姊給她的錢給她 不要了 都是一百元一張 都是想買二百元一張而已 但是見你有情價一百元一張 很划算的 但是最後價75一張 又想起 個個都上課了 我姊姊被人欺凌 但是反而我們在恆德里有個地步 找不到學校 報名去找學校 但是又找不到 去年九月開學日 梁同學升讀心儀中學的一年級 但是由今年的三月中到五月 她被七名同班同學索取超過三萬元 當中包括現金 以及協助增值遊戲點數 我在五月八號 今晚我幫她拿書櫃 發現她平時籌錢的袋 協助增值遊戲點數 然後我發現錢不見了 我還以為姊姊放在那邊 然後就問她 她就已經是 嚇到說不到話出來 那一刻 我們怎樣問她 都問不到話出來的時候 然後我就 找了樓下中生的社工 然後請她幫忙 到第二天 我們第一時間是找學校的社工 找了姑娘 然後到下午 她們學校都還沒有恢復 然後我就先去報警 娘媽媽說 這三萬多元 是兒子從小儲到大的利是 以及幫她做監務的零用錢 兒子一直都不捨得用 這些同學 經常都會有狗規狀 就是說她上堂吃零食 或者做一些小動作 又告訴一個耶路師聽 我們真的想不到她 是用金錢去解決 這樣 好心痛過兒子 堅守了這些委託 看到她被人拿索的證據 拿索了那麼多金錢 又被人威脅 因為我兒子那時候 一直都受了 頭髮拿得很厲害 很厲害 我一直都在找原因 但是原來發現 是她被人拿索 真的很心痛 好生氣 都生氣自己 沒有去發現這個問題 我們一直都有聊天 一直都有溝通 那我覺得 我經常都跟她說 兒子你自己打的了 你自己會處理 真是想不到 她是用金錢去解決這些問題 她跟我說 她以為用金錢 她就過了這個何期 她就可以生到中疑 她就以為沒事了 但是 我又沒有想到 有些事情 不是她這個年紀 可以解決的問題 事件揭發之後 梁同學就沒有再上學 留在家看書 和練習書法 而梁媽媽就用兒子的電話 聯絡曾經勒索過 她金錢的同學 有其他同學向她表示 曾經聽聞梁同學 因為想跟同學做朋友 所以會請吃東西 至於曾經說會告發梁同學 在堂上做小動作 都只是為了欺負一下她 不知道有人用這件事來做威脅 梁媽媽形容 這些都只是辯解 小小小我最重要是她的誠意 我最重要是因為她的 先中壓跟連心中壓 跟三個小朋友 我自己都是一個做媽媽的 我不是說要逼到她的絕路 我是想她的基礎 如果可以還到錢的話還是 因為還屬於我們自己的錢 不是她的錢 但如果真的還不到錢 如果她真正誠意的人道歉 校方曾經就事件聯絡梁媽媽 但因為兒子在上年學校訓練營裡 被另一個同學打傷 她認為校方當時沒有妥善處理 加上在這次事件中 校方沒有再主動跟她聯絡跟進 所以她決定要幫兒子轉校 同時亦向教育局求助 她在教育局 學校已經解決了這件事 已經教好了一個小朋友 但我們沒有收到任何通知 學校是甚麼 學校已經準備好等小朋友回學 但我們都沒有收到任何通知 只是後來 她說要考試 才可以找到學校 才可以轉校 然後校長都出來 幫我們安排 特別安排了考試 安排了考試為了轉校 但過了之後就沒有了 好像考驗試 然後拿了成績表之後 我就看到她們寫過 叫我的面臉是非 而且寫過了這麼多二十 然後我第一時間打給姑娘 跟著跟姑娘說 跟我說這樣寫的話 我們是找不到學校的 我跟姑娘說 沒有辦法啦 你自己去找啦 跟著我們又再去找教育稿 教育稿的話 我只可以告訴你 有這些學校 你自己去找 但是我們都是找了 警方回覆記者查詢時說 已經就事件在今年6月28日 以涉嫌勒索 拘捕親名年齡介乎12至13歲的本地男童 記者亦都向校方查詢 校方說案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不方便了任何回應 而教育稿說 學校已經啟動危機處理小組 會繼續跟學校和家長保持聯繫 提供適切的意見和支援 8月下旬 梁媽媽收到校方通知 說可以讓梁同學原校生上中二 另外 校方又說將會跟涉事學生家長溝通 但是直到九月開學日 校方 警方 還是教育局 都沒有人通知梁媽媽有七個涉事學生已經被捕 最後 她是由記者口中得知 不會原諒他們追 但是前提是他們有知錯 其實我從來都沒有由他們追究 甚麼問題 甚麼炸彈 其實我真是想他們認識到自己的錯 沒有說是黑我仔 大陸都沒有以同一個方式去對比他和我 這個經理真是太慘痛了 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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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